愚蠢的宋香公 上集说到小齐和毛毛了解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是如何兴盛和衰亡的 哦 那齐国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齐桓公一死他的儿子们就打起了那一战夺取王位 齐国的公子昭只好逃到宋国去了 后面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 哦 那让我们来查查电脑吧 嗯 啊 免礼 宋香公 我是齐国的公子昭 因为齐国内乱只能投靠您 哦 齐国怎么会乱到这样呢 公子昭请你独必担心 我一定会帮助你回去接替王位的 于是宋香公便召集了其他三个小国的兵马一同来打齐国 齐国的大臣一见四国的兵马打来 也就只好向宋国投降 迎接公子昭继位 这便是齐孝公 啊 诸位 我如今已经帮助公子昭继位做了齐孝公 宋国已经不是昔日的小国了 各位大臣 现在我想联合楚国来制服 其他诸侯国 从而顶替齐桓公成为新的霸主 主公 我们宋国是个小国 依我看 当霸主 恐怕没有什么好处啊 嗯 我要在七月 邀请楚城王和齐孝公定立盟约 主公 你要小心呐 楚城王也是一心想当盟主 我们一定要防备他才是啊 我总不能带着兵马去开盟约大会嘛 嗯 开会是为了彼此不再打仗 嗯 你不用再劝说我了 这年七月 盟约大会在宋国的余地召开 嗯 请大家来开会是要定立盟约 由于我已经帮助齐国的齐孝公继位 盟主应当由我来当 哼 你想得倒霉 现在我们楚国的势力最强大 盟主应由我楚城王做 这怎么能行呢 哼 不行 来人呐 啊 行行 还是由你来做盟主吧 嗯 气死我了 楚国居然带着刀枪来开会 就连邻居郑国也反对我 而同意楚国当盟主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 宋相公出兵攻打郑国 哈哈 我看你小小的郑国 还有什么能耐反对我 呃 报告助攻 楚城王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向宋国打过来了 啊 啊 赶快撤离到洪水河的南岸去阻挡储军 于是 宋军与储军在洪水两岸对阵起来 储军开始渡河了 主公 储军仗着人多兵强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趁他们还没渡完河的时候 迎头出击一定能够打胜仗的 不行 我们是讲仁义的国家 敌人渡河还没有完 我们就打 这能算仁义吗 这 现在储军已经渡完河了 正忙着列队呢 我们应当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 赶快打过去 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呀 你太不仁义了 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 怎么可以打呢 但是 储军已经摆好了阵势 背起了战骨 是陛下潮水般冲了过来 顶住 顶住 我们赶快撤吧 我虽然是败了 但是我是讲仁义的 你们说是吗 嗨 打仗就是为了打胜敌人 如果讲仁义就干脆不用打仗 真是没有见过你这么愚蠢的人 唉 一年后宋湘公死了 临死前他还念念不忘 楚城王做了中原霸主之事 他要儿子为他报仇 并留下了一封遗书 哦 宋湘公真是够愚蠢的了 是啊 中原各国争夺霸主地位的事还没完呢 可是宋湘公的遗书里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事 都不听说了 有点有事 有点有事